你怎么说是不是 是是是 我自然比不上你的霓裳 替你求情 替你受过 她对你如此之好 你当然恨不得把她供起来 不过我劝你还是幽稚点 她再好跟你不过是萍水相逢 管不了你一事 而你也总有走夜路 爬上你一路 是吧 别的不说 她整日跟成天拉拉扯扯 眉来眼去 我要是你呀 恨都恨死了 亏你还没脸没皮的 男人就当个宝 霓裳三明你这不下子呢 袁湘 别吵了 大半夜了 算了 所以霓裳 好好活着 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汇报 师父的意思 是让我不要报仇 身为女儿 活着已是不易 放下仇恨 安稳地活着 若你的父母地下有知 肯定也是希望 你能平安一生的 不 如果我的亲人被杀的时候 就在我的眼前 我这辈子也无法忘记 他们临死前的样子 我活着 就是要为谢家喜情冤屈 重振谢家家业 不完成这个心愿 纵然我活得再好 也毫无意义 这苏家现在是越来越没有分寸了 这个月的历钱还没交上来 现在一家新店开张 这种小事也值得来叨扰大人 这苏公明听话都是听话 就是越来越不中用 大人息怒 不然下官派人去敲打敲打他 免得他真以为拿下了整个横头会 在公事局面前 就能挺直了腰板 欺人太甚 这公事局的信 字里行间说的是恭喜 却聚聚嘲讽 还要我再掏银子亲自送去 岂有此理 二老爷 喝口水消消气 自古民不以官道 他们也只能忍了 好在大寿也值得上进了 将来接管苏家 也能帮二老爷分忧啊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 就名不正言不顺 不该早早让位 小二老爷 小二老爷 小二不敢 小二没有啊 你不敢 你们嘴里人人说不敢 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小二没有 小二没有 二叔 这是怎么了 今日新开张的店铺 应该高兴才对啊 没什么事 这不是我送完宾客 小管家说错了几句话 我训了他两句而已 小管家 小管家 二叔 新开张的铺子 招揽了许多宾客 又接了不少订单 许多客人拿着图样款式 来找我们定制呢 连小管家也说我有天赋 二叔 我们苏家这两年 开了许多铺子 在京城早已无人能敌 您可否分几家店铺给我经营 我一定会将苏家发言光大 你现在还不是接触这些的时候 南门有一家店铺的账目 还没有清算完 你便去结算吧 可是二叔 您说过 我该独当一面了 还不是现在 门语啊 门语啊 二叔总不会害你吧 你现在年纪尚轻 容易轻信别人 这心肠也不够硬 还是把店铺 交给贵上那些 有经验的掌柜看着 你先从底层历练 才能有所成就 待时机成熟 你便能独当一面了 诺 那侄儿多谢二叔 你能够理解二叔的苦心就好 事后不早了 赶快回去歇息吧 阿尔 你能够理解二叔 祝师父 朝命百岁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章 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们这话从何学来呀 只需祝我今日生辰安康即可 我已经为你们操碎了心 哪有那个福气长命百岁啊 师父 今日是您的寿辰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了表心意 绣得真精致 温孝 你的手越发抢了 师父 师父 我们也有礼物 师父 我看您瘦了 这是我给您做的密件 师父 您瘦了 师父 您是我这个 别别急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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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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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娘 身体健康 这是什么 鞭子呀 送我鞭子做事 这样以后我再惹您生气 揍我的时候 就不用满院子找鞋底了 算你识相 那我收下了 要是再犯错 看我怎么惩治你 好 师父 这是我送您的 希望您能喜欢 霓裳 您也送个香囊啊 跟文秀一样 你让文秀那只肚子好看 学习 您是您尝试的香囊送到师父了吧 是您想要送我香囊送到师父吧 是吗 是吗 您和您没事吧 是吗 您和您没事吧 霓裳 霓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香囊里 你用了梨蕊 是 我知道师父 特别真爱后山那片梨园 常常在山头看那片园子 我想梨园对师父 一定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就用了梨蕊 则香囊 这梨园 梨园 是我娘种下的 我儿时 必被她拥在怀中 闻着她身上的清香 才能安然入睡 那清香 就是梨蕊 是我娘的味道 霓裳 谢谢你 今天是生辰 不能哭 孩子们 那就大吃一顿 一醉方休 好 好 好 你要憋呢 师父 我要吃鸡腿 你长得像个鸡腿 霓裳 你如此用心 怪不得师父这么喜欢你 那是当然 咱们离尝 可别人才不一样呢 你今晚要不要小酌一下啊 来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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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一杯 再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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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没一 不喝了 再来一杯 不喝了 又多了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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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闺手 出了喝酒 来我帮她喝 帮她喝 我的酒 我的酒 来来来 接着喝 接着喝 来来 你尝尝 咱俩来 我喝 好 凡非常的鸟 有火 谁让你老实俩小好呢 干 干了 别给我剩酒 我喝不动了 喝一杯 要不要行 要不然找梅姨 给你端午做梅汤嘛 梅姨呢 梅姨 没一时不先走了 童谦 我自己去 你跟老原相自己去 那我要喝多了 你不让我喝都没喝 你吃个点心吧 你喝什么算没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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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您都多大岁数了 还让自己喝这么多 没事 没事 什么没事 今儿大家都高兴 都开心嘛 喝点茶 来来来 慢点 慢点 来 哥俩好呀 五块手啊 八匹马呀 五块手啊 喝 来 继续 继续 哥俩好呀 五块手啊 八匹马呀 三兄弟 到了 赶紧 好 最后一口啊 嗯 好 我们先回去了 行 我们下次接点喝 再见 我 眼球给你喝的 元 元香呢 酸梅汤 酸梅汤 酸梅汤在哪儿 在那里 没放哪儿了 门衣放哪儿了 不是这个 是谁在外面啊 动你一晚上 让你疯狂 让你得意 干吗走门啊 你瞧你喝的 让你别喝了 你走 你走 我说让你别喝了吧 谁让你喝的 开门 我去给你拿点梅艺的酸梅汤了 不去不去 还往里扰人呢 有人吗 有人吗 我就要回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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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喝多 我还可以喝多 喝多的人都不觉得自己喝多了 开门啊 里面有人 这里还有人 开门啊 开门啊 开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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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没 救命啊 你不是说你要回去睡觉的吗 我们在这儿走什么呢 吹一圈一风 能醒着脚 有什么可吹的 你都会成这样了 今天没弄什么味了吗 胡吧 翠玉 走水了 走水了 翠玉走水了 走水了 走水了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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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为谢家申冤 谢小霓 你绝对不能死 快 快 快 开门啊 看 东西 走水了 什么狱子 什么狱子 快救火 快救火 出门走水了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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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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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啦 起来啦 起来 快点 起来 起来 我拿这个 火太大了 根本土不灭 快去找师父啊 快来 走 快来 起来 起来 怎么了 厨房 厨房走水了 师父 师父 人都没事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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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来啦 我们消不灭 怎么办呀 师父 怎么办呀 师父 怎么办呀 师父 这 师父 霓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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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在那儿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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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娘 别帮我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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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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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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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小心 霓裳 快走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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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师父 娘 娘 爹 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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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啊 爹 带着你去 快走 走啊 爹 爹 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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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要好好地滑下去 照顾好警察 你过去救火槛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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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送给我 娘 娘 谢谢 娘 谢谢 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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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我娘没了 我娘没了 我娘 我娘 我娘没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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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 娘 我没有娘了 我没有娘了 娘 娘 娘 我好想你啊 娘 我好想你 小姐 你走了 成天生孩子怕多累我啊 让我高老还乡 北小姐 辈子与你相依为命 没想到 小姐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小姐 我想你啊 你留下我可怎么办 要不是为了救你 师父就不会死 是你害死了师父 害了我们大将 当初师父就不应该收留你 也害死了师父 毁了云锦庄 如今我娘尸骨未寒 你们就让她走得暗手些吧 我说错了吗 若不是因为她 云锦庄怎么会被大伙烧毁 而这一切 都是她造成的 我娘没了 我最心痛 但这不是霓裳的错 你不仅不责怪她 反而护着她 承天 你还有没有一点骨气 我怎么没有骨气 张大 承别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没错 师父是因为我而死 是我对不起师父 可是走水那日 我被人锁在柴房 那个人是谁 还有谁会那么做 若不是因为我被锁住了 师父又怎会因救我而死 大家放心 害了师父和云锦庄的人 我一定不会放过 爹 您慢点 慢点 爹 您再喝两口吧 你先下去吧 危险 护着 大家 徐曼 我们锁她 这道好 是 给她吗 我 这道小小小子 我现在还一事无成 不想成婚 什么话 男儿可以 先成家后立业 这严家跟我们 也算是门当户对 我的婚事 我想自己做主 爹 可是 你要是 执意 不愿成亲 你二叔能答应吗 二叔尽可以掌管苏家的事 但我的婚姻大师 他勉强不得 爹 您就别操心这件事了 您好好养身体 我先下去了 姐妹们 请留步 我有话要问大家 可我们不想跟杀害师父的仇人讲话 你胡说什么哪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呢 你为何给您成乱安罪名 你们要调查什么 师父寿臣那日 大家吃宴席到河河 我因醉酒去厨房找蒜梅汤盒 可我刚一进柴房 门就被人从外面锁上了 所以我想知道那段时间里 你们在哪儿 和谁在一起 可有人能证明 简直胡言乱语 你以何资格来查问我 那我总有资格了吧 虚实到此时之间 你们究竟在何处 我跟程天的拼酒 对 我 我也在旁边 不挥手啊 霸底码啊 三兄弟 到了 赶紧 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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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口啊 你都这样了 你还喝 程天 我们先回去了啊 再见 我在宿舍休息呢 走水的时候 经常和翠玉来教育 能走水了 快救火 快救火 水了 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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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火啊 我在前沿吹风醒酒 后来他还找我聊天 太好看了 你们都走了 就留我一个人收拾啊 晚宴后 我就帮梅姨收拾碗筷来找 后来我也去了 废话 酒 闻兴 那你呢 你在何处 可有人能证明 荒谬 明明是你杀害了师父 众姐妹不拉你去见官 亦是仁慈 你为何如此掌握 竟敢质疑到我头上 我只问你 你在何处 何有人能证明 我无需向你回答 你必须回答 你 你算什么东西 敢来质问我 竟敢打我 你 我跟你拼了 你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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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羞手 你动态也是人 还心不得羞手 谁是羞手啊 你干吗 谁是羞手啊 你就是杀人羞手 你才是羞手呢 羞手 别走 你没走 我就能认识你 放开我 行 别吵我 你这杀人羞手 别吵着我 我干 你放开 请问颜文秀姑娘在吗 你不要吵我 请问颜文秀姑娘在吗 你不要吵我 你不要吵我 我是颜文秀 请问你是 文秀妹妹 我又娘在吗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表哥 苏文宇啊 老哥 表哥 你怎么才来救我 不被人欺负我 谁欺负你了 一个劲 没伤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表哥 你可是来接我的 正是 我是受颜邦复制托 来接你回去的 趁着天还没黑 我去收拾东西 我们即刻就出发 你不需要给师父 手腕头巾吗 不用 我会在心里接见师父 我 这里的某些人 我这辈子也不想再看到了 这个阴文秀 是个什么东西啊 师父师骨未寒 他竟然能跟着 他的表哥欢天喜地地跑了 算了 迟早都会走的 你们也都走吧 留我一个人在这儿都行 我陪你给师父手腕头巾 我也陪你 我们都陪你 我们都陪你 你们都走吧 连梅艺都走了不是吧 以后云锦庄不复存在了 你们也没必要再回来 不必再回 不必再回 却也无处可去 我也一样 霓裳 咱们还是按先前说好的 去京城找我舅舅吧 承天 不认识 反正林锦庄 就剩你一个人 不如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承天 你心里可怪我 毕竟颜文秀说得没错 师父确实是因为我 才去世的 傻妈 我娘非疼你 难道你 要她见死不咎呢 霓裳 连江 一我三人都没了父母 女孩 女孩 原哲三人都没了父母 我一我二天都没了父母 我一年都没了父母 那等他 那么说 我说 就绝对不会饿着它 您在九泉之下安心吧 霓裳 定不负两年来您的教诲 凭真本是在世间立足 努力成为 一介女伤 作词 李宗盛 jego男生 爹 娘 真本是一位 作词 Дажене buat 雷有女 真不愧 永远 睡以后 师父 我一直想跟你说 师父 在我心里 我早就把您当做了我的娘亲 我没有家 云锦庄就是我的家 可是 我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的本命其实 将做些小泥 师父 我 霓裳 别哭了 霓裳别哭了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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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儿了 万万没想到 才短短数日便物是人非 阴阳相隔了 我那苦命的义妹一生坎坷 眼看着云锦庄生育渐落 且又培养了许多出类八岁的弟子 没想到 那些弟子呢 他们都去哪儿了 云锦庄虽然遭了难 所幸弟子们都已学成结业 自然是有家的回家 那没有家的 霓裳姑娘又去了何处呢 那孩子无父无母 听说是带着元香和承天 一起去了京城西郊 原庄主不幸蒙难 子虞来迟 愿原庄主入土为安 早生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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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耀姐姐 你 你 你快看啊 等我名字在哪儿 王爷 你怎么样 王爷 头又疼了 王爷 谢谢你 王爷 反正此地无事了 您身体又不舒服 运送此迹的车队明日启程 所幸 我们跟车队一块儿回京城吧 好